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孩子以后是常吃这个 孩子老人 对 那既然这么受欢迎咱们得来看看 如果您要是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 说我就喜欢喝这碗热腾腾的棒骨汤 我们看看能给大家添加进什么来呢 那我们看喝棒骨汤能补什么呢 我们大家知不知道 还是能补钙 补血 还是补脂肪呢 好 你们大家下来做题选择 看看能补什么 这还用说呢 补钙啊 对 你刚才说了嘛 老人和孩子经常会喝这些 就是为了给他们补补钙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有一次骑自轻车 给一个脚踝骨别舌了 脚踝骨在下面 就是我说这意思就这个位置 然后我哪里天天就给我弄这个骨头汤 炖排骨吃 吃肉喝汤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好坏啊 那当然了 一口同声都是补钙 对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觉得 到底补的是什么啊 看一下选择是 一半以上的观众啊 都觉得喝大骨头汤 当然能够补钙了 那是这样吗 还是先请出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的 李洪伟教授 欢迎李教授 大家好 李洪伟教授 李洪伟教授 你看您这么尊贵的专家来 我们也没别的请您 就请您喝完骨头汤 这就是很美味的东西 您也喜欢喝呀 非常喜欢喝 真的 那您一个月能喝几次 平均不到一次 但是很美味 那您家生活条件也太差 我们家那一个礼拜能喝三次 下回您要想改善生活 可以到我和连续家小林家去做说 好 谢谢 找连刚才说了 非常喜欢喝这个 而且专业要把这东西要抽出来 吸出来 对 但我们都觉得这个是最补钙的一个东西 那是这样吗 很多的这个咱们老百姓都认为 煮这个骨头汤是补钙的最好的一个办法 对 但是我们想一想 骨头里边的钙是有很多的含量 但是我们煮它能不能把这个钙煮出来 实际上我们都有研究的 煮不出来多少钙 真正我们靠喝骨头汤来补钙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不能补钙吗 不能补钙 一点钙都不能补啊 非常非常的微凉 就是你熬上它几个小时 真正的从大骨瓣里边释放出来的这个钙 是微乎其微的 那里面不是有这个东西吗 就是骨髓 那个 对啊 这个是不是也能够补血啊什么的呢 你看我们现场还有18位观众选择的是补血 对我想这个也是有来由的 那骨髓在我们人体当中的功能是什么 造血 当我们青春期的时候 或者说 造血 对它有一个造血的功能 那在青春期的时候造血的功能 基本上这骨髓的颜色是红颜色的 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红骨髓 但是到了成年人以后 不需要那么旺盛的去造血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黄颜色的骨髓 为什么会变成黄颜色 还会变颜色 它变成 为什么会变成黄颜色 就是它脂肪的含量是最多的 都变成脂肪了 对 都变成脂肪了 这大部分都是脂肪 那现在咱们要喝这碗骨头汤的话 补的是什么呀 那补的就是 还有23位观众所选择的这个脂肪 就光整肥肉了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 那正确答案是脂肪 我们现场有五分之一的观众选对了 另外那五分之四的观众都没选对 那以前都是喝错了呀 如果你要是以补钙为目的 去喝这个汤汤 那你肯定是错误的 那看厚厚的这一层 上面飘的只要是黄色的这一部分 应该都是脂肪吧 对对都是油 都是油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油的比重它是要比水是要轻的 所以都是浮在上面 包括我们有一时候看一些电视 有一些游船在海上 有泄漏现象的 油都是浮在上面 对这一层你看还挺厚的 黄黄厚厚的 那我们看这一层油到底从哪来的 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 这个骨头里的这个脂肪也好 这个油脂含量也好 不是很高的 在哪里 就是刚才小莲所提到的 你要吸的这个东西 真的是很香 对啊 真的是很香 全在里边呀 我们看到 看到了白白的这一块 全是我们看到的油 跟我们炒菜用的那油 没有什么区别 那这个都是脂肪吗 都是脂肪 都是脂肪组织 这个里边 都是脂肪组织 那就是吃进来的话 会变成我们身体里的脂肪 对 就我们所说的血脂的成分 天哪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平常的 日常的工作当中 也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现象 就是我有一个老朋友 半年没见面了 有一天拿着花眼单来找 我首先看到这个朋友 像气吹的样 半年没见你怎么胖这么多 我说 挺倒霉 怎么了 骨折了 不小心骨折了 不能活动了 卧床在家里头 那老伴就 一样就在想着 怎么能够更快地好起来 骨折汤吧 和连续奶奶一样 恨不得一天三顿 这煮了一碗骨折汤 又炖这个又炖那个 一天三顿 但是过了三个多月了 来到医院来做个检查吧 一做检查 无意当中发现 血脂的全升高了 来找我 血脂三个月就高了 三个月就高了 好快呀 又不活动 又限制运动了 再这么大量的 煮这个 骨头汤 骨头汤 也就相当于 喝了一碗一碗的脂肪 对 想补干 最后拿血脂补上去 我们也有化验单 在这里 您带来了 带来了 据我了解 它应该是四月份左右 有的骨折 那这样大概不到 四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它 几项指标都有箭头了 三个全向上 全都向上了 我们可以看到 都超过了我们的 这个正常值的参考 所以这大骨头汤 咱们要是喝得太多的话 无形当中就增加了 我们身体里的脂肪了 对 喝出高血脂了相当于 是这个意思 林水人 您说这个朋友 是因为喝了大量的骨头汤 因为里面有脂肪 所以它会 这个血脂会高 但是我知道身边是 确实有很多人是吃素 但它的这个指标也不正常 也有很多病人 到我们这来拿着换 大夫血脂这么高 你看我这么瘦 就是很冤枉的一种 很冤枉的一种感觉 但实际上我们要了解 我们人的这个血脂 所谓的血脂里边的 几项指标是怎么来的 一方面是我们的摄入 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个东西 我们叫外源性 这样血脂这去 另外一个 更大的一部分是哪来的 是我们自己体内 自己合成的 由肝脏自己来合成的 所以这个时候瘦人 也不一定就不高 一个它可能合成的 相对比较旺盛 再有一个 我们身体 进到我们身体的脂肪 这个血脂以后 我们还要代谢掉 有的人他代谢的能力下降 排不出去是吗 对 把高的 过高的东西排不出去 所以也不一定 就是瘦人 一定就血脂是正常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比较 胖的人 发生血脂增高的比例 一定比瘦的人要高 那待会请您慢慢给大家 介绍其他的内容 好的 谢谢 好 那既然提到 您要是喜欢吃这个骨头汤 喝的时间也挺长了 那建议您真得去查一查血脂了 那您说我们要是 万一血脂高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不舒服呢 看看下一个问题是 那血脂高了 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来查一下 你觉得是头晕 恶心 还是没有症状呢 大家知道吗 请大家先来做吃选择 昨天问血脂高 应该就是血液里头油多了 血少了 那就是血的那个含氧量少了 供血不足了 就类似于供血不足 那就是头晕呗 头晕连续说的 头晕 就是血脂嘛 蒙蒙的那头脑 不清凉是吧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事情的 有什么反应呢 一半的观众觉得应该是会有 头晕不太舒服的 或者是包括恶心这样的感觉会出现了 那是不是这样呢 没有症状 所以我们说 高脂血症或者血脂异常 是一个无形的杀手 或者叫隐形的隐形的杀手 什么意思 如果说和高血压和高血糖比较起来 它从症状方面更没有 比如说高血压 如果我们血压高了 我们会有头痛啊 多数人会有头痛啊 头晕的这种表现 特别是在短时间内 高度这个快速升高的时候 那它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糖尿病 当你血糖很高的时候 控制不好的时候 也会有乏力 甚至有铜症酸中毒啊 甚至有昏迷的这种现象 但是单纯的高脂血症 血脂增高 没有太多的不适 但是这个指标 真的是预测我们后面的 很多的健康的问题 没症状不等于不危险 对 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源头 那没有症状的话 是不是只能在 比如说单位体检 或者是我们自己去体检中心 体检的时候 才能够咽血发现啊 对 对 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说 每年做的这个体检 对我们对血脂的评估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这有一个 我们的人体的这个血的这个标本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都是我们病人用过的血 我拿过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这个血 这是我们抽的血 做了离心之后 上面的这一层 大家看到很清亮 我们叫血清 这是一个正常人的 他的血脂水平是不高的 对吧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平时检测呀 都是很多的指标 都是测血清里 包括我们血脂 都是测血清里边的指标 那我再看一管血 我不知道大家看出来没有 这管血 这血清和这个 就上面漂浮的这一层 有差别吗 颜色浑浊 开始浑浊了 对 开始浑浊了 特别浓 特别浓 我们看一看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管血 发红了 不光是红 这个离心的可能不够充分 实际上是五白色的 而且更厚了感觉 更厚了 远固的那种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有感觉没有 刚才的这管血 像不像我们上面 刚才那碗汤里上面 漂的油 非常形象 很像 这叫乳泥血 我们临床上叫乳泥血 老百姓也叫奶油血 实际上这个时候 我们在测它的指标的时候 它里边的指标不正常 这个是真的病人的样本 对 就是用完了以后的样本 那我们尤其看到第二管 和第三管这个血液的时候 真的会特别地好奇 说 我的天啊 这本来是 红红的这个血液 怎么会发生 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那我们让何家博士 通过演示来告诉你 好的 小姬 要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们要先从消化道的解剖结构 来说起 那么这里呢 是一幅人体的 这个消化系统的示意图 那么我们都知道 当食物啊 吃进嘴里之后呢 它经过了胃 在胃里呢 和消化液初步地混合 然后再进入肠道 在肠道的时候呢 我们的食物当中的脂肪呢 就主要和胆汁 还有其他的一些成分 相互混合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脂肪就被吸收到了 人体的体内 但是呢 这个吸收过程啊 并不是直接这个油啊 从这个肠道里面 就流到了血液里面 而是呢 经过了一个乳迷化的过程 那什么叫做乳迷化呢 大家可以想象啊 我们在洗这个 如果手上有油脂的时候 我们要洗手啊 比如说抹一点肥皂之后 是不是就变成了 这个乳白色的这个感觉呢 其实啊 我们身体吸收脂肪的过程 也是这样 当这个脂肪被变成了乳迷颗粒 吸收到我们血液当中 那么血液当中 就存在了这个血脂了 那么这里啊 我们还有两管这个红豆 来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那么这个红豆呢 就代表的是 我们血液当中的血细胞 那么这个小米的这个部分呢 就好比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脂肪 也就是血脂 那么这个血脂呢 它主要包含两种成分 一种是胆固醇 还有一个呢 是甘油三脂 那么如果吸收到 我们身体当中的 这个乳迷威力啊 量非常的大 超过了我们身体 能够代谢的这个程度 这个乳迷威力啊 就会变得非常的大 量呢 也非常的多 自然就会影响人的新陈代谢 那么像这样的血液啊 如果抽出来 我们把它静置 或者通过一些手段 来进行沉淀的话 这些乳迷威力呢 它就会浮到 我们的血液的上层 那么就会变成这个乳迷血 那像这样的人呢 严重的时候 他的血液当中 有超过三分之一 都是油脂 那么自然啊 他的身体的各项代谢技能 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呢 对乳迷血啊 我们一定要提高重视 下集 烫完之后 就不敢喝骨头汤了 这问题是 我就不敢说话了 我想问问您啊 您比如说 血液这种血 说白了就跟那个血变质的似的 里头加上油了 那是不是就是我这种形状呢 就是多点 他这种形状呢 就是少点 但他这种形状呢 就没有 就没有啊 因为人家瘦啊 这什么叫形状呢 外形嘛 是不是 是不是就没有了 越瘦就没有了 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一样的 像您这种相对体型 比较胖的人来说 他的这种血的变质的机会 或者变质的发生率 就会明显地要高于 像小林啊 像小记的这种体型的人 但是也不能够说 像瘦人 或者说是不肥胖的人 就不高 也没有这种必然的关系 那会 还是会有轻中重的变化是吗 是这样 咱们可以给大家看一张 浮片 然后看看 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 你对照一下 联系 看你属于哪一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像左侧的这一块 这个 这一管血应该是一个比较 从血脂的角度上讲 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这么一个状态 起码它没有 鲁迷一样的改变 好轻量啊 很轻量 另外的这一块我们看到 随着它鲁迷血的严重程度的不同 鲁迷的这个颜色越来越重 越来越浑浊 这个呢 从这四管血当中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判断 在血脂的一个指标 也会有一定的升高 有一项指标会升高 对 其中的一项指标一定会 如果要是到达这种水平的话 或者甚至于这种水平的话 一个指标一定是可以升高的 特想知道 因为我拿到化验单以后 我不知道看哪个 没错 好多好多的指标 那我们交给大家来判断一下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如果咱们吃了 特别多油腻的东西 那最会影响到 下面的哪一个指标呢 这个时候这个指标会升高的 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还有叫甘油三指的一项指标 分得清楚吗 好 请大家先来做出选择 你分得清吗 连续 分不清 我就说 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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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出这么一道题 哪都不认识 蒙都没分蒙这题 这是我们被选答案当中 字数最多 那我们看看大家 能不能够分得清楚 会影响哪一项指标 比较平均 大家真的是分不太清楚 这些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呀 我们看那个换眼单的时候 经常都是一头雾水 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那我们教大家来判断一下 你要是吃得特别油腻 哪一项就会增高呢 这里是由无限级独家 冠名播出的健康制度节目 那我们教大家来判断一下 你要是吃得特别油腻 哪一项就会增高呢 会体现在肝油三指这个项目上 这个确实难为大家了 我们看到这三个名词 实际上都是非常专业的名词 甚至于不搞心血管的 不搞血脂代谢这些方面疾病的大夫 有的时候也分不太清楚 实际上这三个指标都影响 但是影响最快的 也就是说跟油脂饮食 反应最快的是哪个指标 是C 肝油三指 肝油三指 比如说我们要是看到一个 如果要出现像乳米血这样的化验单 我们的化验室是要给我标注的 标注告诉我乳米血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考虑 它的这个指标 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 它真正的血脂的水平 我一定要问病人 你抽血的前一天晚上 有什么吃什么 有没有特殊的饮食 吃了一顿肥肉 喝了好几个骨髓 你看吧 你两三个小时之内 你的肝油三指的水平 就会有升高 这么明显啊 这么明感 这么快啊 对 那时候看这人家里生活条件好不好 你拿一包那个化验单 然后一堵肝油三指高 肯定家庭生活不错 现在我们也把血脂增高 叫富贵病嘛 对吧 富贵病 我们可能很多观众 都完全搞不清楚啊 这个化验单里面的指标 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今天呢 让李教授 帮我们系统的归纳一下 总结一下 好吗 请您到台前来 这上面有好多的名称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 血脂里面的一项 叫肝油三指 那我们先把肝油三指拿上 好 这个是大家听得比较多的 对 好像也挺耳熟的 挺耳熟的 好 这是肝油三指 实际上是我们血脂 四项里面的一项 那么我们今天先提到它了 那我们就先把它扎在这里 而且这个词现在记住了 它里面带了一个油的 油脂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油多了 对 身体里脂肪多了 对对 这回记住了 记住了 而且我们很多的病人 来了以后 跟我们说 我血脂高了 实际上它指的都是这一项 肝油三指高 肝油三指高了 后面的节目 我们也会陆续地去说 实际上还有比它 对我们人体伤害 更大的一项之高 对 是呢 那咱们再看看另外几个 是什么原因 引起肝油三指增高呢 那我们看一看 就是这个饮食 对吧 刚才我们提到了 它对肝油三指的影响 又快 又影响又明显 这个就完全是 吃出来的高指标 是喝十碗大骨的汤的话 没准 其实你喝一碗 你要是过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去测 它一定是回皮 你平时的状态 是要增高的 哦 是忙得好 对 它就像我们人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做过糖来量实验 就是让你吃喝糖 完了看你 两个小时 三十分钟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它跟它有很类似的地方 哦 那个是测血糖 这个就是测这个 我们先说一个 肝油三指 肝油三指 血脂 好 另外这些就搞不清楚了 什么低密度啊 高密度啊 那么后面会逐渐地去说它 比如说像总胆固醇 还有一个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休息 还有一个 大家注意 叫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那它在我们人体当中 具体是什么样的生理功能 以及它会过高了以后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后面我们会不断地去讨论这个问题 四项指标都提示着 血脂是不是正常 只要有一项不正常 就算是血脂不正常 大家看啊 我们在平时的体检 不论你是体检 还是得了什么病了 只要你查血脂 现在所有的医院里面 最基本的都要包括这四项 总胆固醇 肝油酸脂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但每一项指标 它发生变化或者升高 或者降低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是不一样的 是只要有一项发生变化 就意味着不正常吗 我们就把它界定为血脂 代谢异常 我打个比方 可能有的人就是肝油酸脂增高 其他的都是在正常范围 我们照样把它定义为 血脂异常 可能我底下要注明一下 肝油酸脂增高 如果说总胆固醇增高了 或者说是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和总胆固醇都增高了 那我们也把它定义为 叫什么 血脂代谢的异常 异常 但是我底下要注明 总胆固醇 或者叫胆固醇水平增加 也有一些病人 这四项 这三项都是增高的 同时还合并有这一项 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下降 所以只要是这样的情况 出现的时候 那我们这小人就笑不起来了 对 平常我喝点骨头汤 我弄两片药吃 降降那甘酸脂不就完了吗 一边喝骨头汤一边吃药 骨头汤送药啊 他就想找那个快感 就想找那个快感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我们吃药怎么样 三分三 三分五 对 他为了降那指标嘛 他不是异常嘛 为了降那指标 你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明确 你甘酸脂为什么搞 如果是吃引起来的 我们先管住嘴 清到中度的时候 不要轻易地就上药 其实也就意味着 咱们要想获得 更为准确的一个指标 看看我们身体里 是不是真的血脂发生异常了 那头一天晚上好像还挺关键的 很关键 那我们让何佳博士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看看体检之前 咱们应该注意哪些具体的问题 好 邀请何博士 好的 小鸡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血脂检查的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呢 第一条就一定是需要空腹 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 都了解这一条 那么我们说的空腹呢 是指的10到12个小时 不能够进食 这是因为啊 当食物当中的脂肪 进入我们身体之后 我们的身体要对它们 进行代谢利用 那么一般来说 需要10个小时左右 它才能够恢复到 正常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了 哎呀 这个明天早上空腹啊 我饿得太难受了 我要不这样 我头一天晚上呢 我就吃一趟这个自卤餐 把这个炸鱼啊 汉堡包啊 这个各种大肉啊 这个尖椒长肚啊什么 我都来一盘 我吃的饱一点 明天呢 我就不会太饿 那么这样可不可以呢 告诉大家 这是第二个注意事项 就是头一天晚上的这个饮食呢 就是晚餐啊 不能够太饱 也不能够太油腻 那么原理呢 和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空腹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吃的过于的油腻 那么其实呢 这个血液当中的这个乳迷颗粒呢 也会非常的多 那么它们代谢利用的速度就会减慢 第二天早上 即使你没有吃早餐去检查 那么这个结果呢 也会偏离你正常的水平 所以第二点 头一天晚上就不要太油腻了 也不能够过饱 那么第三点 有的人说 那这个 哎呀 我明天要检查了 那这个我就从头一天开始 我就吃这个青菜萝卜 水煮豆腐 这个盐也不放 油也不放 那可不可以呢 告诉大家 这样也是不正确的 我们头一天的饮食 记住 饮食的习惯 不能够有变化 你平常是怎么吃的 那么我们检查之前就怎么吃 那么最后一条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在检查之前 一般来说 两三天之内都不要喝酒 这是因为酒精在我们的体内 也会影响血脂的代谢 那么两三天的情况下呢 它都可能造成血脂代谢的异常 那么这样检测出来的结果 就会偏离我们正常的状态 这样就给医生的判断 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是空腹 空腹的前提呢 是头一天晚上 也不能够吃得过饱和过油 那么还有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的饮食习惯不能够改变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 拒绝饮酒 小鸡 好 谢谢何佳博士的提示 那咱们来看看 真的要是在所有的这些情况 您都做到的前提下 您那个甘油三指的指标 还是特别高 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下一题 那我们看甘油三指 要是超标的话 最容易引起哪一种疾病呢 是乙腺炎 胆囊炎 还是脂肪肝 看看大家清楚吗 问问连世 大鱼大肉一吃多了 甘油三指就高了 这人就胖了 一胖准备脂肪肝 我就有 所以选C 小鸣呢 C 我给你们讲的事 我有一个姐姐 她人特别瘦 才八九十斤 你想在内蒙子那时候 对于这么瘦的人 她就特别冷不扛寒 他们家是一到冬天 近了十月份 一开始取暖的时候 她就要喝这个羊肉汤 就炖炖喝 就几乎是一个星期 两三次那是少说 结果到了年底 但要体检的时候 她那么瘦的人 都出现了脂肪肝 可见这个油脂高了以后 脂肪肝是一定会出现的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怎么样认为 这个事情呢 最容易引起的疾病啊 哇 这么多的观众选择的 都是脂肪肝 还有三分之一的观众认为 会不会引发胆囊炎啊 那我们来看 这是最容易引起的疾病吗 应该是 脂腺炎 这个好像很少听到啊 李教授 这个题目一出来 我就想到了 大家一定是选择C的最多 为什么脂肪肝的这个词 现在听的是 越来越多了 对吧 因为好多人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题目 出来以后的答案是 A 是一线炎 那我们要知道 肝油酸脂 明显的重度的升高了以后 刚才我们看到了 那个血是什么样的 卤米状的 就像牛奶一样的 对 卤米状的 那卤米状我们想象一下 它在我们人体当中 这个样子 就很容易形成 特别细小的威力 特别特别细小 我们肉眼是看 分辨不出来的威力 那它运行到 比如说像我们 一线这个器官的时候 它是有 非常丰富的 这种毛细血管 如果要是它 把很多的毛细血管 堵塞了以后 造成什么 就会造成我们 一线的一个 缺血 会有一些组织 坏死 另外我们的研究发现 那你这么高了 肝油酸脂 人的反应是什么 那我人体的 自我的反应就要 我要把它降解 降解 把它排出去 有研究就发现 这种降解 过多的肝油酸脂的 过程当中 会产生一定的 对人体有害的毒素 那这种毒素 真正影响的器官 最受影响的器官是什么 是一线 所以我们反过去 可能一线炎的 因为发生率远不如 脂肪肝 所以大家可能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宁肯碰见脂肪肝 我也不太愿意 碰见一线炎 为什么 因为一线炎的 死亡率太高了 天哪 就发个炎 一线炎 我们就打的 要重症一线炎 很厉害的 死亡率 我记得应该是在 因为这属于消化科的 应该在30%以上 都不足 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而且甚至于一线炎 可以发生猝死的现象 一线炎猝死 对 有些人猝死了 最后发现 可能不是源于心脏 也不是源于脑血管 最后发现是一线炎 为什么 急性一线炎的时候 也会分泌一种 毒性的 我们叫心肌抑制因子 还专门分泌这种毒性的 那对心肌的意志是很厉害的 它就不动了是吗 最后让心脏停跳 天哪 还会这样 还会 对 是这样 而且好多病人 你去问吧 一线炎的病人 包括后面我们提到的 这个必打囊炎的病人 他发作之前 都有一个 油脂过多的 饮食的过程 报饮报食 对 那就看出来了 就这吃啊 尤其是吃大油大腻的 这种东西 和这个甘油三指 是最为密切的 直接指向的 就是特别危险的一些疾病 以往还觉得高就高呗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就是跑跑步 少吃点肉吗 对 真的要是紧急发生的时候 那估计就是 平安又回天之力了 所以我们要是检测一个指标 发现这个人的水平 甘油三指的水平 就是一个轻度的 甚至于轻到中度的增高 我们都主张 先是生活方式 包括刚才我提到的 管嘴卖腿 对吧 好 但是一旦我们发现 这个指标 超过一定标准了 我们是有标准的 超过这个标准了 对不起 我马上就要先 我给你上药 我预防的是什么 就是预防的 不要有一线炎的发生 我的天啊 今天才知道你知道吗 这甘油三指高 还是要命的一件事 是 所以咱们得把这个 要命的因素 扎到这个体板上 就是这个 你看我们都用黑色的 来警示大家 那对这个 甘油三指高 会伤害到 一线这个脏器 那是不是就会得 糖尿病啊 或换句话说 这个糖尿病人 那甘油三指指标 是不是也会高啊 这又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啊 小莲 非常好 第一 糖代 就是糖尿病患者的 血脂异常 真是有它 跟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人 比较近 有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是什么 甘油三指的升高 比我们普通人的 甘油三指要高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 我们提到的 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的水平 要比我们普通人要低 这是糖尿病病人 血脂异常的 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 这是第一点 我要去说的 第二点呢 就说 那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血脂 甘油三指 轻到中度的升高了 我是不是马上要用 降这个 甘油三指的这个药啊 我们不太主张 你如果你把血糖 先控制好了 它随之会跟着 一起下降 怪不得经常说 这些慢性疾病之间 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呢 是这样 换句话说 我们说 都把它叫做一个什么病啊 叫代谢性疾病 都跟我们的体内的代谢 发生异常是相关的 而且这块 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 所以小莲 你这个问题 真的是特别好 甚至于我们的 有一些糖尿病病人 是通过什么发现 不是通过血糖发现 是通过甘油三指 增高发现 比如说有一些病人 到我这来了 看病 拿着这个化验单 甘油三指水平是增高的 我会告诉他 你注意饮食啊 等等那些 他注意了 还是不太好 控制的还是不太好 这时候我要看 他血糖的化验单 血糖 空腹血糖化验单是正常的 空腹就是早上起来 没吃的这个正常 但是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提醒病人 你去测一个餐后 两个小时的血糖 糖尿料 很有可能 你这个时候 餐后两个小时的血糖 是增高的 而且通过它 都可以诊断你为糖尿病 所以你看这事都和吃 好像联系是特别密切的 对对对 是这样 那今天其实看了这个题板 咱们可能有些观众 还理不清一个思路 那我们最后呢 帮着大家来总结一下 我们来看看 大家记住了多少 咱们看看这个甘油三指 与什么是最密切来着 吃肉 和什么最关键 吃肉 没错 就是饮食 而且是那种大油大腻的东西 那这个甘油三指高 它最容易引起什么疾病 这里是由无限级 独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知识节目 就这个甘油三指高 它最容易引起什么疾病 一线炎 一线 没错 而且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 就是一线炎 最后咱们再看看 这个甘油三指指标 要是过高 我们可以靠什么来调整呢 吃 哪个生活方式 还是吃啊 没错 这个特别简单 但是要是稍微说得细一点呢 就是叫膳食得平衡 咱们得吃对了才行 所以看得出来 这个甘油三指 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 真的是密切相关的一件事 非常密切 甚至于有一些指标 它的对我们人体的 健康的状态的影响 还要超过甘油三指的影响 所以我们也说到 后边的这三个 包括这四项 指标里边 我们有把它 说成是好的指标 有把它说成是不好的指标 我们更形象一点说 有的是 如果要是都身高 都这个异常了的话 我们把这个叫做 有的是叫天使 有的叫恶魔 就在剩下的这个三项指标当中 对 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不好的 所以你看怎么办 所以我就打算 吃两天素 吃两天肉 学指这个四项 都跟吃有关系 得 我刚要问 我说后边在聊的 是不是跟吃就没关系 跟睡觉有关系 结果都跟吃有关系 这四项指标 都跟饮食明确的相关 只是哪个 更加的快的表现出来 哪个是一个慢性的 更加慢性的过程 这里边是有区别的 那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 得和大家来聊一聊 剩下的那些指标当中 哪些是我们专家提到的 魔鬼